哇 來到了一個仙性 為什麼這裡的水都是這種保實綠的顏色 是保實藍色 哇 這裡最美 這超美的 我咬我最美的富裕 現在要爬到上面源頭 不然自己咬走 因為他把所有的家當都丟在下面 好冰喔 直接吃分餐你吃大餐 放下偽裝 好冰箱 隱藏在巷弄裡的美食 它是一間越南料理 哇 今天第一道的這個 好像很厲害喔 哇 全部拍一張 好吃嗎 超好吃 杯盤狼吉 這間是我的愛店 我每天都會來吃 春捲超好吃的 這個也很好吃 包菜 然後菜給你一大盤 然後菜給你一大盤 哇 好吃的 這個也是愛南菜 不要管沒有關係 整條都是霸市建築 超美的 波邦有一個當地的傳統的市場 這裡的衣服真的都是他們穿的那種衣服 食物的生鮮市場 我們來了解一下 老爸為什麼對這個 這麼有濃烈的興趣 我看見你曙光 這個有保鮮膜 這個就能 道地傳統的洗髮 兵 這個都是毛的 毛都還在的 超餓的這區 喔 生人物盡 我們今天起了一大清早 在隆坡邦這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和尚們全部會出來 就是 抓園 他們最後竟然要把米飯放在牆壁上 再見 毛波邦 在住宿的地方訂了八次票 這個是比當地人還要在更當地的車站 然後也沒看到什麼好車 可能是 上當了 我看到那一台就 完蛋了 該不會就是這一台吧 如果是做這一台 就破了我們 在東南亞 做最爛的車的紀錄了 我們今天有過鋪 還不錯嘛 可是這個車有個缺點就是它沒有廁所 它至少都會開三個小時才會停 上車前一定要尿尿 上車前一定要尿尿 這個枕頭好像 應該是沒有洗 然後裡面的構造就是這樣 有上下鋪 這個是上鋪 然後這個下面有個下鋪 一張床可以睡兩個人 一定要睡兩個人 一定要睡兩個人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來玩的話 那你就是要跟陌生人一起睡 但是它至少都會分配男生跟男生 睡女生跟女生睡 然後冷氣有點不太涼 我們現在有點害怕 坐了十二個小時的車 十一個小時的車 我們終於到達 現在在跟計程車 渡渡車殺駕 跑路 現在才準備要去 那個過海關的地方 渡渡車的司機還是蠻堅實的 不夠錢不載我們 我們現在決定用走的 四點多公里 渡渡車就來 沒有的話就 直接走到底 那渡渡車司機跑來追我們 要載我們 我們最後還是上到 坐到渡渡車了 講一講 我真的要用走的 看你們有時候 慘了 這比沒鑽到太遠 我們提早到了 七點半才會開 他找不到應該用走路的就好了 走路的時間剛剛好 走路的時間剛剛好